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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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长约1分56秒 腾讯体育9月3日去 在曼联队阵伯恩利的比赛里 拉什福德被红牌罚下 这成为了比赛的一大看点 在推特上 拉什福德对于自己的行为进行了道歉 而在前因潮民射克拉腾伯格看来 拉什福德吃到红牌可一点不冤枉 冲动的拉什福德吃到红牌 当时在曼联队阵伯恩利的比赛下半场 拉什福德在一次带球突破时 将球带出了底线 这个时候 在场外 巴尔兹利挑衅性的扮倒了拉什福德 正让曼联心心情绪激动 拉什福德站起身来后 主动与巴尔兹利顶牛 经验丰富的伯恩利就后卫立刻摸着 脸跟单指主才乔莫斯投诉 结果 拉什福德被红牌罚下 而巴尔兹利被出示了一张黄牌 这意味着 未来三场 拉什福都无法出场比赛 在后 拉什福德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他在推特上写道 当时情绪左右了我 我冲昏了头脑 我不应该做出那样的反应 我对俱乐部的每个人和球迷们都感到抱歉 可见 拉什福自己也后悔了 莫里尼奥在赛后也谈到了拉什福德 我认为拉什福德还是太天真了 巴尔兹利已经踢了二十年球了 非常有经验 拉什福德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看法很年龄吗 我不知道 对于双方来说 可能会是个出示一张黄牌吧 然后比赛继续进行 离开英朝的名少克拉藤伯格 在每日优宝评价道 在已经拿到球权的情况下 巴尔兹利在场外半岛了拉什福德 他拿到了黄牌 这没有问题 但是曼联球星的反应是用头去撞巴尔兹利 上周 我们也目睹了类似的事情 艾福顿前锋里查理森用头 创了伯恩茅斯的亚当史密斯 结果被罚出场 无论接触多么轻微 任何用头去撞击对手的意图或者行为 都应该被出去红牌 因此 主裁判莫斯的判罚是正确的 Look